你知道他不孤單 台北市長柯文哲穿越北門城門 徒步大進場 張開雙臂一和支持者擊掌 選前超級星期日在北門造勢 主辦單位宣稱幾近四萬人 不只找來一人高歌 就連副市長陳景俊也帶著各局處首長 登台現唱力挺可批 雖然西區門戶重建被外界調侃 是柯文哲任內唯一政績 但柯市長對於讓北門重建天日相當自豪 我就任台北市長 當天晚上 我就把那一條完工八年 從來沒有用過的 中校西路公車專用道拆掉 談到選戰打得火熱 柯文哲強調他要超越藍綠 跨越黨派 在這場選舉過程當中 抹黑 抹黃 抹紅 各種手段還是跑出來的 我也是秉持不要打負面選舉的精神 但柯文哲說自己被抹黑 抹黃 抹紅 這段話加上一開始的進場方式 都讓人不經聯想到 最近爆紅的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 甚至也大打經濟牌 2017年 台北市的招商金額299億 佔全台灣的30% 我們還去財政部接受頒獎 說我們是第一名 造主晚會最後邀請柯爸 柯媽 和夫人陳佩琪一起 站在柯文哲身邊 使出溫情攻勢 就是希望能夠尋求連任機會 追求陳佳如 洪軍偉 SNJR組台北報導 堯公哲 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